对于这个A股股民来说 这个五月简直就像是一个噩梦一样 我们常常说这个五穷六绝七翻身 这个五月真的是让大家 尝到了这个穷的滋味了 每一个夜晚都有可能会失眠 因为不知道第二天醒来 又将会是迎来怎样的一个新的打击 真的是新的一天 新的一天 无奈 新的失望 妖猫逐渐地就这样吹了 就是啊 真是闻者流泪 见者伤心 这到底这些鲜嫩的韭菜们 在过去的二十多个交易日当中 到底亏损了多少呢 我们今天就来谈一下这个话题了 说到这个 其实我这里还有一份五月 A股韭菜消费清单 大致其实是有三种热门套餐 可以供大家选择 第一种是常规亏损套餐 五月上证是跌了5.8% 生成值是跌了7.7% 创业板是跌了8.6% 那如果跟随举述的波动 中间只需常规 高吸低抛几次 大底上呢 也就是亏损20%以下 那难有大的一个成就 那第二种呢 就是这个爆炸亏损套餐了 那本月新到的一个极款热销品当中啊 如果恰好入手足以完成30%至50%的一个区间亏损 可以一跃成为超级绝对的这个大多数的一个韭菜的一个王炸韭菜了 韭菜当中的战斗机 对 这是这样 那还有第三种套餐呢 就是末日亏损套餐 如果想绑证50%以上的一个完美亏损账呢 那就需要一个至存高原了 这完美套餐 就原来是这么个套餐呢 当然了这个我们看到在五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五月六号的时候 就是格外的争气啊 就是已经是出现了一个千股跌停啊 平时偷偷摸摸的这些小型镰刀们啊 在这一天就借着一条推特 是化作了一个巨型镰刀来收割A股啊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复巢之下无完卵啊 黑天鹅就这样的一个呼啸而过 留了一地是破碎的蛋壳啊 那么按照这个正常的标准来说呢 这一天基本上是完 这个就可以是完成了以往一个月度的亏损份额了 所以当时也是很多股评家 抖擞的精神出来说 今天这个情况是正常的 这只不过是A股的一个正常技术性下蹲呢 但没想到这一蹲它就没起来了 连续蹲了二十多个交易日 A股依然是按在这个均线附近不断的摩擦 所以这当中真正让人难忘的 其实还是一些雷股 那先说到这个雷股呢 A股最不缺的其实就是雷了 比雷更不缺的其实就是采雷的韭菜 那这里当然不得不提的 就是大名鼎鼎的康氏 那其中他也是最耀眼的一颗明星 就在5月21日更名为ST康美的康美药业呢 其实他是在这个5月10日的时候 如果大家入坑朝底的一个资金在这其中的话 不知道是否还能想得到 之后还有34%的一个跌幅在其中 在恭候着大家 那温故而知心 我们不妨再次温习一下康美的故事 他在发布2018年年报公告的同时 也发布了一份会计差错更正公告 指出公司17年的一个货币资金 是多寄了299.44亿元 这样的一个数额 没什么嘛 人都会犯错的嘛 这只不过是会计出了一个 大概是一个300亿的一个小差错嘛 你再细看一下这个公司的财报数据上面 2016年躺在这个康美账本上的货币资金 是高达了273亿 但是在另一方面当期的利息收入是为零的 这个投资的净收益大概也只有是0.67亿 所以大家就感觉到很奇怪了 你哪怕是这些钱 你存银行里面一年的定期 也会有2%的一个利息 5个亿的利息收入 难不成这个康美真的是像守财奴一样 把自己的钱都放在了地下室里面了吗 那另一方面又截然相反的是 这个康美的负债总额是高达了254.41亿元 其中这个流动负债是超过了200亿 所以这样的一个数额 大家会想说一边是手握一个巨额的现金 那另外一边又欠了一屁股的债 这种典型的存货双高 其实呢这个就会让人觉得自相矛盾 那必然呢其中一边是错了 因为呢这个借钱呢是有交利的 要交这个利息在其中的 而拿着的钱呢既不还债 然后也不会去拿它是钱生钱 这样的人大家就会觉得 不是傻就是坏啊 那往过去的这个过往的一个类型来看呢 我们看到这个财务造假呢 其实几乎都是现金一方子虚乌有 最根源的就是利润造假 但是呢财务数据本身啊 就有各种的勾计关系 那最后搞来搞去呢都会对应不上 只能是虚增一大堆的现金来填平 但是这种造假的一个手法 最终呢也是难逃法眼 最后呢只能是原形毕露了 事情一爆出呢 康美的一个股价可以说是飞流直下 至今呢已经是这个重挫超过六成了 嗯 其实啊整个五月份啊 这个A股是充满了血腥的 一代一代优秀的韭菜们呢 是无情的被镰刀腰斩呢 当然了也会大家会慢慢的习以为常了嘛 虽然大家都在以这个调侃的方式 来谈论着自己的亏损 但是任何人都清楚啊 这个亏损很痛很悲伤 如果不能从亏损当中来汲取教训啊 相信这个什么五月涂伤杯 你还有六月涂伤杯 七月涂伤杯 八月涂伤杯 任何时间啊 这个市场都不会对你善良的 那么我们就结合五月的市场啊 来看呢 这个有专业人士就给出了几点中肯的意见了 供大家来参考一下 第一方面啊 就是说这个从消息面来说 中美博弈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僵持期 局势也是不够明朗的 市场随时会受到不可抗拒的一些冲击力啊 如果你无法拒绝这个黑天鹅的话 但是至少可以在黑天鹅来临的时候 做到冷静下来 那我们再从这个宏观方面来谈一谈啊 在这个宏观经济方面呢 目前呢还没有一个彻底的一个触底回升 股市它的这个涨势底气啊 其实明显不足 市场呢有太多的不可揣测的一个噪音在这其中了 所以大家要时刻有存有这种警惕之心啊 有时候呢 晚一步其实不会晚太多 但是早一步呢 可能会失去所有 第三呢 是在这个公司方面啊 最好的生意呢 往往是源源不断 有现金流的生意 所以分析财报时呢 除了看这个营收利润呢 更重要的是看现金流的情况 而呢 对于这些存贷双高的一些公司啊 如果没有令人幸福的理由 基本上啊 大家可以把它判定为是这个财务造假了 这种公司呢 即使给你一万种理由 我们都不应该去碰它的 这条很重要啊 当然了 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啊 也只是挤家之言 投资者们还是要根据自身的一个资金状况啊 和一个投资风格来决定 属于自己的最终的一个投资方案了 总之啊 这个学习基本的分析技术来防身 至少是可以避免明显的一些雷股啊 其实对于韭菜来说啊 想要实现大幅亏损50%以上的那一种啊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吧 只要你找对了这个阵营啊 你就可以在五月 其实啊 你只要是找到了这个股票池当中的 有ST开头的股票 那么就要恭喜你了 因为五月份跌幅之前的股票 几乎是被所有的ST股是包揽了 这就说明啊 其实五月的个股风险 并非所有都是来自于 中美贸易战的一个摩擦的一个影响的 关键是这些公司的一个 本身的一个制缩问题了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英雅说的很对啊 其实很多个股下跌的一个内因呢 是这些垃圾股退市的风险 所带来的一个暴跌 那虽然五月A股呢 有八成个股是下跌的 但是跌幅呢 并不算是太大 只有25%的股票 其实它是跌幅超过了10% 那跌幅超过20%的股票呢 其实是有一百多只 大部分呢 都是刚刚英雅所说的这些ST股了 没错 而超过50%跌幅的一些股票呢 全部都是ST股 那当中呢 股价被腰斩的啊 也并非是偶然的情况 因为一些这个计刹股啊 2018年年报呢 都是集中于4月 最后几天这个公布的时候 其实大家才知道这些股票啊 那一些股票进入5月后呢 就会被戴上了ST的帽子 股价随后啊 就是一路下跌了 嗯 这个最典型的看来可能就是要是这个新ST新海了 这个公司啊 之前也是有预告说2018年业绩盈利 但是啊 在4月26号的收盘价 它当时是6块5 27号的时候呢 这不就出事了吗 公司是突然间修改了业绩预告 称是由于忌体等因素 2018年业绩是将亏损呢 于是呢 在29号的时候就一字跌停了 30号停牌一天 当到这个5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啊 5月6号的时候就正式戴帽了 涨幅 涨跌幅就变为了5%的一个限制了 从这一天起啊 你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这个K线啊 你就可以天天是看到 它是一个一字跌停的一个状态了 连续20个跌停板呢 在5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它是上演了一次天地板 什么叫天地板呢 就是说它从开盘的2块1跌停板 到收盘的2块3毛2是涨停板 那即使是这样 它的一个5月份的跌幅 还是高达了60% 可以说是仅仅一个多月啊 股价从6块多跌到2块多 跌幅之大十分惊人 不知道深陷其中的韭菜们啊 现在过得好不好 那目前啊 A股约有40只股票呢 是跌破了2元 如果连续20个交易日 跌破1元的面值 那就会有这种退市的风险在其中了 对于这类型的股票 大家也要提高警惕 不过虽然啊 5月有一批ST股票是遭遇了腰斩 但是呢 也有40只股票啊 创出了新高 关键啊 是要看你会不会选 会不会买 总之一句话吧 这个一个月的亏损啊 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一直都亏损 所以啊 祝愿各位在6月的时候 亏损退散 此后长赢 那由于时间关系 这一节的财经世界 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再会 再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